小惡魔編輯 哈囉各位目標靈異的網友大家好 我是小惡魔編輯Amanda 今天要來幫各位 就是爸爸媽媽 或者是過年要回家 跟許多小孩相處的大人們 想一個非常好的解決方法 今天將介紹四款 是和親子共樂的桌遊 首先呢這一款是 由台灣的木作品牌 木匠兄妹推出的 有不可能的任務 這一款遊戲呢 是適合兩個人以上的玩家 遊戲適合三歲以上的小朋友玩 那我們先介紹遊戲的內容物 給大家看看 其實這個遊戲呢 是就是傳統的那個 喋喋樂的概念 做了一些比較不一樣的變化 裡面有八片這種塑膠墊片 有八個木製小人 然後有六十四個這種 長方形的木頭方塊 在這個遊戲裡面是有積分的 木頭小人呢一個是五分 長型的木頭方塊一個是一分 那另外呢還各有兩種不同的工具 都有錘子跟像起子 那怎麼玩這個遊戲呢 每一層都各取八個木頭方塊 然後跟一個木頭小人 那排列的方式是隨機的 就是你想要把這個小人啊 怎麼排都可以 或者是想要一邊比較緊一邊比較鬆 都可以隨機將塑膠墊片蓋上 依序將所有的那個方塊跟小人都排列好 那我先簡單的示範給大家看 就是怎麼玩 我們先示範兩層 排好之後呢就是拿工具 看你想要什麼工具 以工具將那個 木頭方塊取出來 或者是將小人取出 不能用手 所以你一定要用工具 或者是用錘子 那當然就是疊疊樂的奧依就是 弄倒的就是失敗 那積分 就是它是積分制 就是你獲得的分數最高就是 可以贏得這個遊戲 那為什麼介紹這一款遊戲呢 主要是它是可以訓練小朋友的那個 手眼協調能力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訓練小朋友的計算 就是簡單的計算一些 加減啊 以及他們訓練他們手眼協調 遊戲其實是相當簡單啊 適合親子共樂 這個遊戲的那個產品 我個人其實覺得 你不僅是可以讓小朋友就是 在春節的時候玩這種疊疊樂 之後也可以 因為他們是全部都是木製的 如果小朋友是喜歡著色 日後也可以讓他們拿來當著色的那個 遊戲 就是不會只有玩一次就是 覺得不好玩了 那我們接下來 稍後會有實際遊玩的那個畫面 介紹給大家 我們待會見 小攤冰水 超危險的 那我們就拿回去回到 不會 看到 simulated 好 好 好可惡 耶 那請歌啦 好